随着萌探探探案2的热播 大家都发现了华晨宇高智商的一面 观察力敏锐 逻辑思维能力很强 在好人阵营的每一期都能靠缜密的逻辑推理精准地找出所有卧底 让人心服口服 除此之外 小编发现华晨宇的情商也很高 那么从哪些细节能看出华晨宇的高情商呢 一 坦然面对误解尽快调整状态去适应环境 团鉴这一期 足足有24个嘉宾 前半段华晨宇因为有点小设恐而表现得不那么活跃 没有像往常一样积极地分析而被所有人怀疑是卧底 同时面对这么多人的误解 换做谁都会觉得委屈 然而华晨宇不仅温柔地向大家解释了自己状态不好的原因 并表示理解大家的怀疑 还非常有逻辑地证明了自己是铁好人 后半段华晨宇很快就调整好了自己的状态 根据游戏细节和线索有理有据地推测出了三个卧底人选 大家都被他说服 纷纷跟跳 最后证实了华晨宇的推理完全正确 他带领好人阵营获得了胜利 嘉宾们都心服口服说他是忍辱负重完全靠逻辑证明了自己 华晨宇就这样凭借着高情商和高智商完成了一次从被所有人怀疑到被所有人信任和依赖的完美逆袭 二 逆境时沉着冷静 坚持到底 不抱怨环境而是反思自己 三国那一期 华晨宇扮演的庞统作为卧底 开始时合情合理的编造故事解释毒阵 洗清毒杀的嫌疑 并在大家没有思路时找到线索的正确打开方式 成功获得了大部分人的信任 可是随后剧本的走向打了卧底一个措手不及 诸葛亮竟然复活并隐藏在众人之中 给出了锦囊直接指认庞统 虽然被报匪 但是华晨宇完全没有生气或者摆烂 而是集中生智编造了一个保护刘备的新的任务线 小编对华晨宇随机应变的能力拍案较绝 后来在被别人重彩的情况下 华晨宇立抗压力继续认真玩游戏 被水一战跳诸葛亮 给锦囊也赋予了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 坚持到了最后一刻 虽然这一期的剧本对于卧底来说基本是死局 可是华晨宇完全没有抱怨 没有给自己找理由 甚至连杀意都说了是剧本的问题 他还说别安慰我了 而是坦坦荡荡覆盘分析自己的不足 高情商的人往往都不会抱怨境遇 而是时时刻刻自省 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能抗住压力 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尽全力去解决问题 感谢您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